IT全播报 介绍他可以学习国际象棋和日本将棋 在两个案例中 AlphaGo Zero一天就能获得超人一般的棋艺 达到几百世界冠军的水平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DingMy已经开发出了一种真正同用独立的AI程序 国际象棋日本将棋是相对简单的棋类游戏 如果是应对电脑的策略类复杂游戏 情况会有所不同 不管怎么样 这对于AI技术来说已经是一个重大进步了 能够以最少的指令完成一些简单任务 不过AlphaGo开始进军国际象棋界这一举斗 所以令各位象棋大师紧张一番了